好,各位晚上好,我是董白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Costco超市 那有人说超市有什么了不起的 呵呵,如果你在上海的话,这应该是这两天最最最最出名的一个网红超市了 开业第一天就因为人实在是太多,导致那个提前中断了营业 在这接下来这一周内啊,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Costco的短信 核心内容大概就是我们超市声音很好,你不要再来了 对,把超市开成这样的,确实在国内乃至世界上都是比较少的吧 但是昨天呢,我发现我没有收到Costco的短信了 那我想最近应该是不是这个超市的容量稍微下降了一点了 于是昨天晚上呢,我就跟潘总去的超市逛了一下 那去了之后呢,发现果然啊,那个昨天我们整体上应该来说是没有排队的 那个有人说什么进入停车场要三个小时 那昨天我们从这个朱建路进入停车场大概也就等了五分钟左右吧 然后这个超市的停车场呢,是大部分都是位于这个楼顶上 只有少部分是在这个超市地面周围 那我知道在美国呢,很多这个超市的入口都是在门口停满的车 这样的话方便你把小推车直接推出来,然后给自己搬货 但是呢,敏航这个Costco呢,它整个停车场大部分都是位于这个楼上的 然后位于这个楼上的停车场,在第三层 我停在第三层呢,我看到大概有50个或者是100个这个充电桩吧 那本着要去试一试这个充电桩好不好用的原则 我还去试了一下,这个充电桩速度不快 那个功率只有3.3千瓦 如果你在超市逛两个小时的话,对于电动车来讲,差不多只能充30到50公里的电 不过它的好处是啥呢?目前这个充电桩是免费的 对,插上去不需要任何授权,直接就开始充了 那当然这个站位嘛,还是汽油车去占这个电动车的车位还是有的 那另外呢,由于这是一个美式超市啊,大家都是批量采购的 所以超市非常建议大家把头这样扎进去的方式去停车 但是你知道咱们停车的习惯还都是这种倒退式停车 所以我在现场上看到这个扎进去跟这个倒退式停车大概比例是2比8吧 所以大部分同学还是以倒退式的方式去这么停车的 这样停车的缺点是啥呢?如果你东西买的特别多 然后你在把东西搬上车的时候就会相对来说要耽误一点时间 然后另外呢,这个超市里面非常有美式的还留了一个stop sign 就是那个按照,如果按照美国的规则啊 就是看到这个stop sign,你要把车完全停止,等三秒 看看左右两边有没有车,然后你再前进 那事实上这个stop sign在中国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所以实际执行起来,我昨天在超市看到也没有人会真正的停下来去等待 这是乘车场的情况 然后进入超市之后呢,首先你进去能看到的就是苹果的产品 苹果产品标的是原价,然后会有一些下谱的电视 这些电视的价格呢,大体上来说 如果跟京东相比可能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优势 但是如果你跟淘宝上一些商家的相比的话,确实是没啥优势的 然后这个超市最便宜的东西其实是吃的类的 我跟潘总去逛了一圈,我们发现这个克克兰 就是他这种自营的这个产品 不管是酒呀,还是坚果啊,还是零食啊 还是咱们所说那个烤鸡都比较便宜 那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个综合坚果 那我们在天猫店上看到的价格一直都是149块钱左右 他即使做打折什么的,可能也才129 但昨天这个整个商场上就是129块钱一罐随便你买 然后同样还有克克兰的一些红酒啊什么都很便宜 那那个烤鸡,烤鸡是美国也是有的 那烤鸡在美国我记得是卖5美元一支 那大概折合人民币先有35块钱吧 但是烤鸡呢在这边卖的价格是29块钱 所以其实是比美国还便宜的 那这个烤鸡呢也是昨天这个排队我目测比较长的一个队伍 那个估计是要等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所以我跟潘总就没去凑这个热闹了 加上这个烤鸡其实我也吃过的 我也没那么喜欢吃烤鸡 然后像同样的再说这个食品上的便宜 比如说那一大包 这个早餐包 它可能才卖到24块钱 这也是非常非常多人会去选购的 那除了这些吃的 还有饮料 对饮料也很便宜 就是各种牛奶啊什么的价格都还挺便宜的 果汁价格也不错 那除了这些吃的之外呢 那个我觉得它的日用品 比如说柯克兰自己也做了一些衬衫 那个100 129块钱一件衬衫 那个销量并不好 然后我也去看了一下 首先那个衬衫的款型 就不是咱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款型 然后可能美国人比较喜欢那种样子 所以卖的并不好 然后加上一些比如汤米汤米谢尔菲格 这些品牌 那个美国也是比较廉价的一个服装品牌 中国可能一些专柜卖的很贵啊 但是呢 Costco卖的汤米谢尔菲格不太贵的原因 是它的款型 还是那个问题 款型比较的不太适合咱 所以卖的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整个昨天在这个超市里头 我觉得它最适合的 还是你去补充一些吃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潘总还说这个出钱一定的方便面 那个一买一箱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那确实我们也买了一箱 说到这买一箱 我就要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啊 就是咱们都知道 这个麦尔龙在中国 其实经营的不太好吧 像山姆公园店呢 在中国也做的不太行 他们在美国其实做都还好 当然虽然他们也干不过Costco 对吧 但是这种量饭式的 对于咱们来讲 确实有一些难度 第一呢 就是我们不太习惯说去一次超市 然后采购接下来两三周 甚至一个月的东西 这是奇异 第二呢 我们的家庭人口组成 可能其实比较少 比如一家三口为主的话 你一次去买那么多个早餐包 那玩意保质期的 就很容易坏掉嘛 对不对 然后再者呢 就是大量的量饭式购买 那个你需要去开车 然后你需要去搬运 那美国人很多人家里搬运 是停到自己家门口 搬起来比较方便 那像昨天如果我买了很多东西 我停到家里的地下车库 再上去我就面临要从地下车库 搬到自己的楼 然后上电梯 这么一个过程 那如果买东西特别多的话 我可能要跑很多汤 或者说我要准备一个小推车 你像在中国家庭里头 有那种小板车 或者小推车的 这其实也是少数 这一定程度上 我觉得这个超市 在开业过一段时间 比如半年之后 咱们再来看的时候 如果不是那种硬性的刚需 我觉得它不一定会像今天这么火爆 当然我们这个一个超市好不好 咱们得看半年之后 那也许半年之后它更加火爆 那我的脸就被打肿了呗 这也没啥 反正我的感受是这样 就是量饭式有量饭式的困难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个Costco 整个会员卡体系 比如在中国 我是在开业之前办的 价格是199块钱 如果你今天去办的话 价格是299 那不管是199还是299 这价格都不贵啊 然后并且这个会员卡 是全球通用的 你拿着中国的会员卡 其实也可以去美国消费 那个如果你是因为美国同学的话 你在中国续个费的话 这个会员卡价格确实很便宜 理论上讲 你如果你跨国续费 确实能省不少钱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呢 我去的经验是 因为我每次都跟朋友去嘛 他们一般都会用 那个Costco的联名信用卡 然后那个Cashback反例很多 我印象中 他们好像有3%的反例 像上海的这家商场 它是跟平安银行做的 那个白金卡也好 还是福卡也好 反正反例我记得是1% 然后每个月还有上限 这个其实跟美国的差别 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能反例 其实是Costco 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那在国内呢 如果反例被设定在1% 我觉得这相对来讲 是比较低的一件事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商场比较赞的地方 它基本上能复制 都复制了一些美国的服务 比如说它支持配眼镜 当然配的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了 我看到它是有眼镜部门的 然后呢 它也是有轮胎部门的 卖这个汽车轮胎的价格 其实还不错 但是我在现场看到的轮胎 大部分都是16寸17寸 这种以经济性轿车为主的轮胎 然后好像买两个同款轮胎 还能优惠150块钱 我看到还是有不少人能货轮胎的 那我觉得价格应该还是挺好的 那像Costco在美国还有加油站 那你别想了 在国内目前肯定是不会让它做的 对吧 那整体上我觉得这家超市 还是非常尽力的 去把美国的一些优势 给它引进过来 那恒庸在办会员卡这个事情上 我昨天注意了一下这个规则 那个你办完会员卡之后 其实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内 那个无条件去退掉这张卡 然后他们退你的钱是 那个退你全款 所以这就给一些不好的行为 提供了一些方法 比如说前两天 我知道大家都是去抢那茅台的 但最近这茅台不是没有的吗 就发现有一些人 那个既然抢不到茅台 然后他们就去把卡退掉了 那他们抢茅台是为了干嘛呢 其实大部分人我相信啊 还是为了去消费的 但是确实有那么一部分人 抢过了茅台之后 把这个茅台加价去卖掉 这并不是超市建立的一个本意吧 所以我觉得在有一些规则 在美国可能跑得非常通 跑得非常转 到国内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 那这些挑战的可能会需要一些别的规则来约束 这是买买的一个感受啊 那整个呢 昨天晚上我跟潘总去逛这个超市 大概也就逛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因为超市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看到有一部分区域 他卖了一些很美式的东西啊 比如说有发电机 对这可能咱们家庭不太用得到 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巨大的那个植物柜 这可能咱们也不会去买 但是还是我说的一句话吧 就是他还是尽量的去还原了 他在美国经营前的一个样子 我觉得整体上做的还是不错的 并且呢 服务其实挺好的 因为这个超市 它是大量都是用大推车吧 然后呢 他又是上下楼上下电梯 这个大推车上下电梯 你们知道这个会很慢 然后呢 并且有滑落啊 什么这样的风险 所以在电梯的那个进去的地方 会有人帮你推一把推车 在这个电梯出来的地方 会有人帮你拉一把推车 那个确实这无形中增加龙 但是让人觉得那个确实很安全 把这些细节做的很好 那同样呢 在买单的时候 有人帮你把货抬上那个收银台 然后收银台结完账之后 还有人帮你把货抬到这个小推车里头 我记不清美国有没有了 我印象中怎么是没有的 有人跟我说美国也是有人帮你抬抬货的 那anyway吧 总之就是这个服务上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尤其是对于Costco这样动不动搬大件 就是对于女士去买东西的话 我觉得整个运营水平还是在这的 好了 最后是买买昨天跟潘总 我花了一个半小时走马观花在Costco的一些感受 当然了这个超市到底怎么样 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如果有条件的话 欢迎大家来上海的Costco来体验一下 我觉得整个模式上还真的是挺好的 好了 这就是本期董外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有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董外买 那也在偷挑币站微博 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